如果去参加一场派对 你会跟多少人聊天 习近平给出的答案是11个 在印尼巴厘岛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发布 G20峰会期间 中国领导人在三天的时间里 与11个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 此外还有联合国的秘书长 别忘了习近平还出席了G20会议 换上了印尼传统服饰 参加了一场盛大的晚宴 似乎这其余所有的时间 都被双边的会谈填满了 11个国家包含美国 法国 荷兰 南非 西班牙 阿根廷 塞内加尔 韩国 澳大利亚 印尼和意大利 G20结束的第二天 习近平非抵泰国参加APAC峰会 又会见了日本 新加坡 菲律宾三国领导人 引发广泛讨论的习近平 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交谈 并没有被中国官方列入会谈的范畴 根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说 特鲁多以习近平在星期二 也就是15号的时候 进行了10分钟的简单交谈 习近平的密集外交 在飞机落地巴厘岛之前 就已经饱受关注 不少国家的记者都接收到了 本国领导人将与他们会面的消息 G20主办会场 不远的地方设置了新闻中心 巨型的大厅内 一排排的电脑和桌子密密麻麻的排开 即便是如此早上去还要抢座位 因为有75个国家的上千名记者 每天都驻扎于此 大厅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屏幕 直播着巴厘岛机场的画面 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抵达时 本国的记者都会站起来 彻意关注一下 14号下午 中国领导人抵达时 也有一阵阴影的骚动 一大片记者都抬着头盯着屏幕 折射出习近平出访的关注度有多高 在新闻中心 一个记者打趣的说到 这么多会谈都是因为疫情 就像是解放后的第一个周末 大家都要去报复性消费一下 购物 聚餐 看电影 晚上还要去酒吧 俱乐部 简直是外交派对 当然 这其中有些是为了弥补 因为疫情取消的双边会谈 比如习近平原本计划在2020年的4月 正式访问日本 时任官方长当时称 这是对中日关系来说 很大的一件事 因为差不多每隔10年 才会有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 甚至在2020年疫情来袭之后 双方仍然没有放弃访问计划 民间和官方都在酝酿气愤 当时的2月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 甚至还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为武汉加油 随后日本援助物资上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的诗句 在中国广受赞誉 到了2月底 日方还表示 两国外长通话确认访日准备 工作正在推进 但最终还是取消了 一黄已经过去两年多 日本不仅换了两次首相 当年推动访问的安倍晋三 也已遇刺身亡 疫情席卷全球之际 各国领导人都放缓或取消了出访行程 整个2020年面对面的双边会谈 发善可陈 有学者将这称之为冷和平 也就是国家间的关系紧张 但大致趋于和平 由于缺少外交互动 暂时处于冷却状态 去年以来各个国家开放 疫情的限制步伐 有些不同 但也都陆续走出了冷和平 参加到外交派对里面来 而中国却还在孜孜不倦地坚持清零政策 成了最晚抵达派对的客人 再加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紧张 俄乌战争又进一步考验中国的外交地位 有学者把这称之为国际孤立感 而这正是此次外交派对上中国想要摆脱的 因此习近平才找了这么多的人去叙旧 虽然疫情期间 有外交官员代表出访或者是视频会议 可那毕竟无法代替各国之间首脑的见面交流 这些双边会谈是增进首脑关系的最重要举措之一 习近平下飞机仅仅几个小时 就已经与拜登面对面而坐 最终两人三个小时的会谈内容 突破了原计划的时间 密集外交也由此展开 虽然这次会面并没有达成什么新的成果 但也并非毫无作用 有学者就说 在国际关系中 如果两方在某件议题上都不肯让步 无法达成一致 那么有少数国家会选择回去拿起枪直接开战 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 一些国家就是这么做的 而大部分的国家其实会继续保持接触 会谈 即使无法在最想要的东西上达成一致 至少在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上 可以达成一致 比如说谁都不想要核战争 在冷战当中 美苏的双边会谈也大多以此为目的 其拜会的意义也正是如此 拜登在会谈中表示 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但他重申 这种竞争不应转向为冲突 并强调美国和中国必须负责任的管理这种竞争 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有学者认为说 此次峰会的背景是俄乌战争和中美矛盾 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因素 有鉴于此 习近平也深刻的知道 其他国家在看到中美领导人友好互动之后 与中国交往就会感到更加的舒服 因此随着疫情接近尾声 习近平正好抓住这一势头 更积极的谋求与这些国家重新建立关系 这次G20就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鉴于美国着力打造 以核心议题为基础的盟友或伙伴国家网络 中国也要试图寻找不同的议题 拉拢分化国家 因此双边会谈有利于寻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 这次的G20各国领导人频繁互动 很难说他们建立了什么真正的友谊 但这至少打破了冷的状态 有趣的一幕发生在第一天的宴会 习近平进入会场 与印尼总统佐哈尼打招呼 然后看到了印度总理莫迪 笑着上前跟习近平握手 莫迪似乎心情也是很不错 两人站着聊了好一会儿 摄像机也很配合的对准了这一场景 印度媒体把这一刻大书特书 因为这是在两年半前 中印编辑冲突之后 两国领导人第一次直接面对面的交谈 这一幕产生了颇为有趣的联想 中国互联网两大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 在各个领域也都是激烈竞争 公关团队更是互相攻击 乐此不疲 但是在公共场合只要碰到一起 他们的老板马化腾和马云 却时常是谈笑风生 他似乎暗示了一个可能性 虽然是国家领导人们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 但全世界干这份工作的人屈指可数 这些领导人相互之间的工作性质 非常的类似 反而产生了某种同行之疑 这也是为什么在外交场合 领导人之间也都互称同事 另外还有一个事例可以印证 那就是习近平和拜登的第一次见面 曾经在白宫任职的丹尼罗素 2011年曾经陪同拜登访华 罗素回忆说 在行程的最后一个晚上 在一个非常小非常私密的场合 拜登和习近平共进晚餐 此时他们已经结束了全部的正式议程 有机会可以私下聊聊天 习近平很坦诚的聊了 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看法 在这个罕见的自由交流的时刻 罗素当时的想法是 习近平这个人平时应该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人 前台词也就是说 在拜登这位国际同僚的面前 反而是有了同行之间交流的默契 从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战开始 中美关系开始呈现自由落体的态势 护官领事馆逮捕孟瓦州 相互制裁科技封锁 言词上的激烈交锋 直到今年8月份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和中国进行环台军演 两国的关系跌入谷底 新冷战这个词 过去几年不断冲击大众视野 外界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期待 已经非常的低了 在此背景之下 有学者表示说 习近平和拜登 还有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尼斯 等领导人进行双边会谈 本身就已经极具重要意义 他们要是还能连带的聊一聊 这团体关心的议题 比如说气候 俄乌战争 粮食等等 就已经算是非常的成功了 而此次出访这团体 中国似乎还带了一份大礼 那就是对俄罗斯的态度有所转变 会前就有中美官员 私下透露说 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真实感受是 既惊讶又尴尬 在跟中国闭门会谈之后 各国领导人似乎都对解决俄乌冲突 更加有信心 比如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说 对于俄乌问题 我相信中国可以在未来几个月之内 站到我们这一边 发挥更重要的调节作用 拜登也在会谈后 回答记者说 我绝对相信中美无需进入一个新冷战 在长达数年的关系恶化下 现在有这样的态度 已经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并不代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会持续 反而会像拜登所说的 会维持一种激烈的竞争 中国目前面临疫情反弹 经济疲软等重重问题 已经没有能力维护扩大 他所提到的一些大规模的国际合作项目 所以中国依然会在现有的多边组织中继续发生 但是中国将不会大力发展之前 诸如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项目 中国目前会更加关注一些实际收益 而非是象征异议 有趣的是虽然进行了这么多的外交努力 但是在所有的会谈结束之时 一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 却在网上疯传了起来 抢夺了世界人民的眼球 那就是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简单交谈 内容被加拿大方面透露 习近平第二天更是在会场上直接告诫特鲁多 分开之时 习近平还用中文评论了一句 很天真 颇为八卦的这一幕迅速席卷全球 风头完全盖过了之前所有的正式会谈 成为习近平这场外交派对计划之外的一个高潮 多伦多星报专栏的作家则表示说 特鲁多被习近平指责 说明特鲁多正是在认真的工作 他说习近平所指责的泄露是加拿大总理府 处理本国与外国领袖对话的一个标准操作 被中国的领袖教育什么是保密责任 很有点像是被特朗普教训什么是外交 他们会永远很容易跟其他领袖 尤其是当有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